梅雨季来临 各地区都下起连夜的倾盆大雨 南投市的居民更是提心吊胆的难以入眠 而针对南投市各地区的淹水灾情 先议员罗美龄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如期完工 解决淹水的问题 在去年第五次定期会的时候 本席还正式提案说 希望设置一个固定型的抽水站设施 那那次你也觉得OK没有问题 那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5月了 我们的蓄洪池一个影子都看不到 湘涵也都没有 那固定型的抽水站呢 我一样也看不到 整个工程延宕的将近半年 先议员奈燕雪也特地前往会刊 南投市妇女会前的路口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改善 南投市最中心点妇女会前面 我们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 我昨天亲自跟县政府公务处 能够定期清理水沟淤泥 因为上红在南投市那里坐银水的地方 你就已经都有招出的经费了 但是你当时要做要公公材就行了 你如果预算通过 严格苏如果上红在中红楼那里 会更不顺 你就要把大家睡眠了 让大家有个带我们这些经费来做了 不是还在那里聊聊看 在这个中半楼的部分 银水的地方 前议员曾正言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帽洛西的淤泥 才不会让大雨危及附近居民的安全 这个帽洛铁家你看看 这个铁刷很厉害 如果没有用的时候 整个帽洛铁家的银花枝 会变成很厉害 期许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地方的声音 让逢与碧烟的窘境 可以早日解决 提供居民安心的居住环境 记者陈建豪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